接下來要上課叫做河川、湖國跟冰川這些東西不重要 因為 會考的都教過了 幾乎會考的幾乎全部都教過了 大家都教過了 所以不重要 河川 老天爺下雨下下來嘛 在第三段爬叫淨流嘛 淨流知道對不對 淨流就會變成河流嘛 河流的時候動力標準 流到了大海流到湖國嘛 叫做河流嘛 所以這個河流也是小西裝 重力啊 淨流啦 繪巨層啊 然後呢 我們會考這個 這個會考 不是我們教過了 流水是改變地表形態的最主要作用力 流水是 侵蝕的最主要作用力 這個我們前面教過這個會考 我們已經 教過了 會考教過了 預備 好 然後 我們也教過了 流水會侵蝕 流水的侵蝕的能力 跟啥因素有關係 我舉的那個什麼 那個洗車場那個水啊 不會煎煎細流 一定是滋滋的 就表示要跟誰有關係 兩個字就好了 帥哥 十二號 十二號 十二 呃 對不起要挑戰 變對你 你好我喜歡 兩個字 流水的侵蝕 什麼什麼大 侵蝕搬運能力強 什麼什麼小 侵蝕搬運能力強 流速很好 蛤 誰會影響流速 我們教過坡度流量跟 摩擦力 所以 坡度抖 流量大 流速快 摩擦力大 流速 慢 所以我這裡寫 坡度跟流量成正比 摩擦力成反 但是 這個正比跟反比 沒有數學意義 只是單純的說 坡度大 流速快 流量大 流速快 沒有數學 這樣所謂的 我變兩倍 你也變兩倍 我變三倍 你也變三倍 沒有數學意義 只是說 A變大 B也變大 A變小 B變大 這樣意思而已 好像正比跟反比 就是影響流速的因素有 坡度 流量跟摩擦力 Check 我們也教過了 我們也教過了 OK 所以我說 會考的都教過 湖泊 不是挖地 就積水成湖嗎 有分鹹水湖跟 淡水湖 鹹水湖就是鹹的嘛 鹽度要在百分之五 什麼叫鹽度啊 就這個 重量百分濃度 我要問你什麼叫重量百分濃度嗎 不要吧 你都我傷心 你都我傷心 你都不知道 但是因為它通常沒有很大 所以會說千分比 千分多少還比 重量百分濃度 忘記啥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請回去複習國二一開始的理化 百分之五以上 叫做 叫做 鹹水湖 然後鹹水湖 基本上都是內陸湖 什麼意思啊 有入口沒出口 有流進來的沒有流出去的 內陸湖 我最有人問過 是內陸湖 鹹水湖 像石海啊 像什麼大鹽湖啊 是很鹹 百分之三十五的鹽度 一般海水的十倍鹹 十倍鹹 OK 鹹水湖背一下百分之五 它是內陸湖國 有入口沒有出口 然後 這個可以廢話嘛 可以採鹽巴 廢話 OK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地科教的 你可以忘記不用背 地理有教的 就要背 內陸湖我最多的是 金藏高原 金藏上高原 最多最多 這個是我教你的 你可以不會 下一個是地理有教你的 你教過厲害嗎 還沒有 教過簡單的沒有 厲害 中亞教過了嗎 教過了 厲害 最大的 這個地理有教吧 要背 地理有教的要背 只有金藏教的可以 補背 OK 只有金藏教的可以不用背 地理有教的要背 最大的金藏的補 厲害 厲害 OK 好 鹽度百分比 千萬萬多OK 我來再來 彈球就是彈水嘛 彈的 通常都是有入口有出口 是樂壇 流進來 流出去 通到台灣 台霞 有入口有出口 淡水壺 淡水壺 這也一樣 像那個萬壺之舟是我教的 什麼泥泥蘇島 我地科教的 你就當作沒聽到沒關係 但是前面一個 你未來會學北歐 千壺國 分來 未來你的地理會教 請背下 千壺國 分來 很多 OK 所以 要記得 地理會教的千壺國 淡水壺 鹹水壺 淡水壺 然後 胡博有這些功用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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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就好 那你可能會blahblahblah 就是 吳博有功用 他可以觀光 他可以航運 他可以灌溉 咋咋咋咋咋咋 但他也可能有災害 氾濫成災 可是 可是因為台灣基本上沒有什麼偉大的福祖 所以呢 我活了50歲了 也從來沒有聽過日月潭氾濫成災過 所以 台灣最常沒這個問題 就大陸才會什麼洞瓶服啊 過洋服啊 會有那個問題 我們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就 看看就好 所以他可能有災害啊什麼之類 隨便欣賞一下就好 問 名字都叫海 名字都叫海 前海 地海 黑海 地中海 石海跟紅海 名字都叫海 名字都叫海 但是呢 有一些是湖 有一些是海 我告訴你 地中海是海啊 紅海是海啊 可是石海是湖 黎海是 前海也是湖 黑海可以算海 黑海 地中海 紅海算海 石海 前海 離海算海 請問你 為什麼 為什麼差 為什麼差 為什麼咧 為什麼咧 看看圖 講義有圖啊 看看圖 為什麼 為什麼差 現在換男生對不對 帥哥男 你們班不會有40號 25 25 25 菜跟25 很好 我喜歡 來 有什麼差 為什麼 紅海是海 可是石海是湖 什麼紅海是海 石海是湖 你說什麼 連結部分 連結什麼啊 你的答案很接近對 連結什麼 啊 他有報答案 他有報答案 連結什麼 連結什麼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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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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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考過 如果你分湖跟海 OK 有啦有問題嗎 沒有 怎樣 打錯是在說啦 大家跟我說 冰川 講過了冰川就是會動的冰 第一個為什麼會有冰 積雪成冰 第二個為什麼會動 重力跟 擠壓的結果會動 重力跟擠壓的結果會動 所以冰川就是會動的冰 為什麼會有冰 因為積雪成冰 為什麼會動 重力跟擠壓的結果會動 然後冰川分兩種 山上叫做三月冰川 阿爾卑茲山 喜馬拉雅山 青湯上高原的山 那個叫做所謂的三月冰川 就是古冰川 或者在陸地的 格林蘭島上的南極大陸上的 叫做大陸冰川 大陸冰川 大陸冰川 所以有所謂的山月冰川 就是分類而已 這我們講過了 只是在講一次而已 不重要 然後呢 然後冰川呢 當然它也會造成侵蝕搬運跟 神蹟 然後呢 有光滑有刮痕的皮面 就我講過 爆刀一樣往前走 跟 就光滑 但講到的時候 刮 就刮痕 我說過了 因為這一堅持我未來有用 所以我講了兩遍 沙仔隊講一次對不對 是我未來要用到它 因為我未來要用到它 所以我講了 兩遍 還有造成一個光滑 但是有刮痕的皮面 然後 冰川呢 水量很多 純量豐富 一旦全部融化就會帶來很 就會造成 哨哨哨 那個 交全球暖化的時候的重點叫做 如果所有冰川都融化了 海底面就會 上升 國這個跑這個就好 再來 那請如果你是尼佛爾人 你就很需要靠 喜馬拉雅山上的冰雪融化的水 提供你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水資源 所以這些水會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水資源 重要 要看一看就可以了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 OK